六合彩是香港最受歡迎的賭博遊戲之一 玩法很簡單 選完六個號碼就贏到大獎 文說六合彩由1970年代至今 歡迎的程度一直有增無減 而隨著AI的進步 不少賭徒都會認為AI有可能擊敗六合彩 他們之所以相信AI能從六合彩找到優勢 原因是AI可以透過數學模型分析歷史數據 考慮給人路更多的因素 了解不同號碼組合的機會率 從而準確預測到下一期出現的號碼 再講AI不單能夠進行預測 更能夠詳細分析各種投注策略的風險和回報 允許賭徒有一個發達的機會 今天我就將會和你們一起探討 如何使用AI去預測六合彩的中獎號碼 六合彩的傳統玩法是從1至49裡面隨機選擇六個號碼 如果賭徒預先選擇的六個號碼 跟隨機抽出來的相同的話 就會贏得頭獎的獎金 今時今日即使中了3至5個號碼 都會贏得獎金 當然獎金亦都會相應地減少 雖然六合彩的玩法簡單 但要成功預測六個隨機選擇的號碼 難度非常之高 機會率是低至1400萬分之一 究竟使用AI預測中獎號碼 是否真的可行呢? 所謂人工智慧其實是一個統稱 事實上當中它包含了大量複雜的數學模型 不過無論使用什麼數學模型都好 它們都會自己有一個共通點 都需要提供一系列能夠影響結果的數據 AI才能夠找到人類肉眼看不到的規律 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根據六合彩固定的玩法和規則裡 由於每一次都是從1至49個號碼中 隨機抽取6個號碼 代表機會率是不會改變 所以過去每一次的結果都不會互相影響 如果你認為參考歷史的號碼可以預測未來中獎的號碼 從這個簡單的數學邏輯就證明了是不可能的 以這個前設來講 任何數學模型 以六合彩的歷史號碼作為預測未來的結果都會面臨失敗 除非你有歷史號碼之外的數據 提提大家 如果你想支持Better Trading的頻道 Description裡面會有一個Interactive Brokers的連結 只要大家按入這個連結 Interactive Brokers就會贊助給我 對於觀眾的理是一個免費又簡單的方法去支持Better Trading的頻道 先前提到 運用AR來準確預測六合彩的結果 單靠歷史號碼的數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因為這個是受到六合彩固定規則的限制 不過一種賭徒為了贏錢又怎會輕易放棄 他們認為仍然有機會可以擊敗六合彩都不是沒有原因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六合彩搞諸過程看上去就很隨機 但有幾隨機是沒有人知道的 這個原因都會令人幻想六合彩當中是否有機會存在一些漏洞 不過公道一點這樣講 其實六合彩有沒有漏洞這個問題 很大可能永遠都不會解答到 要知道六合彩六個中獎號碼的組合是可以多至千萬個 由1976年開始至今的開獎期數才只有五千次 歷史號碼數據佔所有中獎號碼的組合一個%都沒有 數據量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就會變得難以反映六合彩的隨機性和公平性 我用硬幣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會證明到這個觀點了 眾所周知 摘硬幣的機會率是50% 但50%這個數字其實是假設了摘硬幣無限次的結果 我用Excel就模擬了摘硬幣500次 以上的圖表就顯示了每一次摘硬幣的機會率的過程 你會看得到摘硬幣的次數越少 機會率就會越浮動 但今次的測試已經需要至少摘200次才行 機會率才有穩定處於50%的跡象 同樣地 六合彩的歷史號碼中獎結果極小的情況下 就和賺硬幣少過200次的結果非常相似 機會率非常浮動 所以這個例子證明了使用六合彩的歷史號碼數據 作為數據分析的基礎非常薄弱 即使六合彩真的有漏洞都難以發現 這樣就已經令到歷史號碼數據沒用了 所以如果從賭徒的角度去解釋 怎樣使用AI去擊敗六合彩 由於是沒有可靠的歷史數據和證據證明有利可圖的話 最終AI是沒有辦法發揮作用的 相反 如果你是賽馬會的角色就不同了 一個簡單的道理 如果賭徒真的可以贏錢的話 賭場就不會越做越大 做得風生水起 設了一個六合彩的賭局 利用人性貪心的心態吸引賭徒去賭錢 作為設賭局那一方 如果嫌賭局贏得的錢少 再前的話可以增加號碼數量 減少賭徒命中的機率 再後可以增加投注的玩法 增加賭徒投入的金額 從而增加回報 但至於怎樣增加投注的玩法 繼而可以最大化的回報 這裡就可以使用AI去分析一眾賭徒過去的下注紀錄 在推出新玩法之前 模擬千萬種不同的投注玩法 去計算出怎樣去大量減少賠錢的情況下 去維持相同的回報 這些都可以是AI做到的範圍 假如你是一個好著迷怎樣去透過數學和統計 去擊敗這一類的賭博遊戲 我認為這只是銷售的一種手段 去吸引更加多人去參與這一類賭博遊戲 我勸大家不要這麼認真 浪費自己寶貴的時間 又或者你可能會覺得 這個世界並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靠科學去解釋 例如使用一些迷信的方法去提升自己得到橫財的運氣 我認為這一類的方法保持距離會比較好 因為宇宙間有一種確定的定律叫做人性 了解人性是會令到你減少很多無謂的損失 甚至是有機會可以令到你找到賺錢的優勢 綠合彩就是一個例子 賭場就是利用賭徒貪心的心態去賺錢 除了賭場之外 所有商業性質的行業都會透過使用不同的銷售策略 去牽動人的情緒去做出一個購買的行為 可以是減價 也可以找大眾喜歡的藝人去做推廣 只有掌握人性這個課題 你不單可以保護你的財富 更加可以加快你累積財富的速度 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